好 艾欣妳是高一的時候 媽媽罹患了大腸癌 而且當時情況危急到 差點要放棄治療 其實是職腸癌啦 因為大家很常搞混職腸 跟大腸癌的差異這樣子 對 然後其實那個時候 滿突然的 因為我媽其實那時候 才四十出頭歲 好年輕喔 對 然後那個時候 其實最一開始是 她有一次便携 但因為我媽是沒有便秘 這種問題的 所以她那一次便携的時候 我們就想說 我媽就想說可能活氣大 或什麼偶爾一次 所以就沒有放在心上 一直到半年後 她又再一次便携 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不對喔 好像有點怪怪的 然後才去做檢查 沒想到這樣拖了半年而已 檢查出來 就是職腸癌第三期末年 對 那癌症分四期 第四期就是末期了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是 全家都在很震驚的狀態 那那個時候其實 我印象比較深的一件事情是 那時候門診的時候 醫生跟媽媽說 她們沒有辦法在 現在這個狀況的檢查 去看她到底需要 切除多少的職場 她能保留多少的職場 那如果低於一個公分數 她就必須裝人工肛門 對 她沒有辦法 就是她沒有辦法自己排便 然後當下我媽在門診的時候 一聽到這句話 眼淚就掉下來 因為我媽才 你想 才四十出頭歲的女人 好年輕 然後其實我媽滿愛漂亮的這樣 她就會覺得說 那我這輩子都要背著一個 石袋在外面這樣子嗎 然後我媽就眼淚掉下來 跟醫生說 如果你到時候把我打開 看到我必須是這樣 這樣的話 請妳幫我在原地縫起來 我不要切了 對 所以我媽那個時候 是這樣跟醫生講 好險的是那個時候後來 因為那個時候沒有那種 微創刀 它是傳統刀 所以那時候好險 她留得是剛剛好 就是她在幾個邊緣 對 所以那個時候就這樣 然後做了十二次的話 她是說要做十二次 但我媽撐到第八次 然後就堅持不下去 因為她那個時候是 因為會一直上廁所 所以她那個時候其實是 已經肛門已經是裂到 就是裂到快要到腰這邊 就是整個是往上裂 因為一直在上廁所 一直在做擦拭的動作 所以她其實是非常痛苦的 好不舒服 對 所以到當 那個時候就是一次一次 每一次要進去 她就要先去做 後來她就是要做那種 什麼白血球的那種檢查 然後醫院才能判定說 妳現在的身體資格 能不能做這一次的化療 所以我常常那時候 週末就去 然後再回來 因為她被退貨了 就是她沒有辦法 她的身體素質 已經越來越差了 然後一直到做完第八次 有一次半夜的時候 我在我房間 然後很晚 我媽就突然 走到我房間門口 然後就跟我說 就哭著跟我說 姐姐 媽媽受不了了 如果媽媽要這樣子 因為那個時候就是 又瘦 瘦到三十幾公斤 然後你看就是軍裂 然後手指這樣黑 然後頭髮掉得稀稀疏疏的 然後才四十出頭歲 她跟我說 如果我真的要這樣 結束我的一生 我不要 我寧願我就是 不要這樣子被折磨 我就是漂漂亮亮的 我吃到好好的 我去旅遊 然後該怎麼樣 我至少這樣子的走 對 然後哭著 然後我那時候 就過去抱著我媽 我就跟她說 好 沒關係 我們不要做了 我們不要化療了 所以我們後來就是決定 做完八次 我們後來就不做了 對 然後醫生也判斷說 好 沒關係 那你們就是 定期回來回診這樣子 對 當時醫生是說 以他們的統計 如果三年內回診 都是正常 都沒事 沒有癌細胞擴散 或是什麼的 基本上就穩定了 對 然後中間一度 也還不錯 就是OK 就是有肉吃回來 然後也比較胖了這樣 但是就在我媽很開心 她很跟我講說 我要滿三年了 這樣子 結果在快滿三年的 最後一次的回診檢查的時候 醫院跟她說 我們在妳的肺部 發現了一些 不太對勁的東西 最大自重 就移轉 對 然後我們就去做檢查 因為其實在癌症上 妳是原生肺癌 或者是妳轉移到肺 是兩種不同的治療方式 對 所以 其實原生肺癌 會好一點的樣子 結果沒想到 檢查出來我媽是轉移 對 那在癌症的定義上 不管妳第一次 是哪一期的癌症 妳只要一旦有轉移 就是癌症 她定義上就是癌症 對 所以我媽媽呢 就是在 認為自己終於要沒事了的時候 她又再來一個 對 然後我們又再安排 這次就沒有放射 就是直接開刀 切除有問題的那塊肺 然後呢 一樣醫生還是判斷 要十二次的化療 再一次 但這一次我媽只做了四次 所以我都後來 因為現在已經試過境遷 我都會開玩笑說 兩次都說要做十二次 結果我媽兩次加起來 做了十二次 對 然後那個時候 我舅舅那邊的家人 在中部就有 剛好認識一個廟的老師 然後他們就覺得說 因為都會相信 因為求神拜佛都會相信 他們就把我媽帶去 然後就說 我媽冤親在主太多啦 這類的 對 然後呢 我那個時候 因為我也還小 我那時候才大學 我就會覺得 好 寧可信其有 你們大人們也都覺得 他講的事情很準 那我們就試試看嘛 反正也沒什麼損失 然後他就說 因為那時候暑假 他就說 你媽媽鬼月一整個月 都要待在廟裡面 不能去看到天花板的地方 天空的地方 對 因為會被找到 會被抓走 對 那躲起來的意思 對 所以他就說 我媽那個月 一定要住在這個廟裡面 但那個廟其實是 還在興建中 所以其實環境設備 不是很好 那我媽是個有潔癖的人 所以我當下聽到的時候 我其實就知道 我媽一定很抗拒 可是我也知道 我的其他家人們 希望她去試試看 這個方法 所以我那個時候 就主動說 那媽媽我陪妳 我陪妳一起在這邊 至少她有個伴 對 所以那時候就是 真的是沒有冷氣 所以妳們就不見天日了一個月 對 然後呢 男女廁所 洗澡上廁所是要共用 對 然後每天早上起來就是 我要幫忙就是去擦那個 神壇的那個地板 然後幫那些神明倒水 然後那種 對 鳳茶那些的 對 然後每天去跟土地公爺爺聊天 這樣子 對 然後很好玩喔 我那時候還跟師姐們 就是學就是廚房 他們真的很像少林寺 就是那個火是那種大的 要點火 然後這樣開 然後鐵鍋 這樣裡面炒蛋炒飯 對 就是我那時候 就是一整個月就在 那個山上的廟裡面 做修行 然後中原普渡說什麼 要擠百朵蓮花 我就在那邊學 怎麼摺蓮花這樣子 對 就是陪媽媽過了 那一個月這樣子 妳也因為這個樣的 這個過程跟媽媽的關係 變得更緊密 對 其實 這個都是照過的收穫 對 這是獲得 因為其實我從小 因為我們家單親 所以我媽同時是爸爸 也是媽媽 然後我媽就是那種 很威嚴式的 就是不能頂嘴 我說一妳就是一 沒有二 然後我的個性 從小也是不會撒嬌那種 就我也很剛硬 就是不會跟媽媽 不是女兒 我是兒子的那種概念 然後又是長女 所以我媽都說 她好像生了一個兒子 可是在這個 她生病之後的過程 應該是我第一次 人生長大到現在 就是第一次看到媽媽 脆弱的樣子 對 因為單親的媽媽 總是為母則強 她再害怕的狀況 她在我面前 都是要裝得很強悍 她不怕的感覺 這是我人生 第一次看到我媽 在我面前哭 在我面前害怕 所以我其實那時候 是很震撼的 那我弟弟又那麼小 變成我 我變成 好像變成他 為母則強的感覺 就是換我要堅強起來 我不能脆弱 就是我要扛起來 我要跟媽媽說 妳不要怕 我在 我可以解決 對 所以 這個轉換的過程中 也讓我學會 因為我以前就是很倔強 妳硬我也跟妳硬 妳叫我幹嘛 我就好啊 可是當她脆弱的時候 我也開始學會 要對媽媽溫柔 然後要去安慰媽媽 要怎麼樣去哄她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過程 其實就像你們剛剛說的 這真的都是 醜陋的禮物 對 這都是 很醜的禮物 妳成長的一個過程 而且我覺得很棒的是 我經歷得早 我在比較早年的時候 發生這些過程 會讓我比同齡年 年同年齡的人之間 對 更早經歷這些 對 OK 好 其實大家都很正能量 從這裡面都看到 自己的收穫跟啟發 那我們也常聽說 這個久病床前無效事 在這麼長期的照顧之下 要怎麼樣能夠一直保持 這個樂觀的精神 而且沒有怨念 這真的很不容易 因為我們久 我們都看到 我們付出的時間久 但有另外一個時間的觀點 就是你會發現一切都在倒數 雖然你不曉得 那一天在什麼時候 所以我們常常會勉勵自己說 我要把每一天 當作最後一天再過 其實對很多人來說 這只是一句話而已 可以如果照顧一個 身體很慘弱的病人 你會發現這句話 真的是你每一天 都當作最後一天再過 所以當你會用倒數的觀念 然後去珍惜這一切 那也許你的心態就會轉念 那能夠轉念就可以放下 那你也可以讓自己變得 更有承擔的能力 我覺得這個觀點 倒數那一天 那那一天的時候 你不想要有遺憾 所以往前推的每一天 我們就只能珍惜 不能逃跑 對 不能逃跑 繼續往前走 還有我們有很多獨家的好康 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